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紧张 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没紧张 你说我这身衣服会不会有点老气啊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长叔一点不好吗 你这还叫不紧张啊 不看了 不看了 哥 要不然咱俩把神秘的车胎给卸了吧 卸得了一时 他谢不了一时 此乃下策 他不会打车去吗 要不然你也去 你当他们家是津津公园啊 试个东西就能去的 那也不能这么干坐着 你说点招啊 那不是得想吗 这不再想了 有了 什么招啊 解套杀人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阿姨 今天没跟你打招呼就过来 你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啊 这里就跟你自己家一样 什么时候想要跟爷爷了 就随时来打什么招呼 对了 刚才我让董阿姨 加了两道平时神秘爱吃的菜 您不会怪我擅自做主吧 不会的 你交代的事我可放心了 小田医生 吃点水果 不用了 谢谢 那喝点茶 没关系 谢谢 阿姨 你见过小田医生吗 好像有点印象 小田医生 你今天多大了 阿姨 我今年二十五 我 我看你的穿着打扮还以为 原来比我们神秘还小一岁呢 妈 阿姨 其实我觉得小田医生这身打扮 挺稳重的呀 她平时呢 要管自己的医院 还要兼顾神秘的身体状况 是操劳一些的 那个 妈 田田特意给您带了一些礼物 您要不要看看 阿姨 我上次就听您说 晚上睡得不好 我就给您挑了一款枕头 这有安神助眠的功能 特意选最新款薰衣草的 拿走 阿姨 快拿走 没事没事 饭好了 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好好好 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你没做错 你没做错 是我疏忽了 怎么会那么巧 就买了薰衣草的枕呢 我爸生前最爱的 就是薰衣草 她走了之后 我妈对薰衣草就特别的敏感 她不是特意对你这样 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事 我们走吧 我带你过去 来 妈 新鲜的鱼 多吃点 谢谢 多吃点 阿姨 我帮你盛汤 冒难啊 阿姨 这道花旗参炖乌鸡汤啊 是对咱们女人最好的汤了 你一定要多喝点啊 阿姨 你不要跟我客气 都是一家人 我帮您盛 好 小心烫 真乖 慢点 妈 人家女孩子有手有脚的 轮得着你先殷勤吗 神秘 我来 不用 我帮你 谢谢 孟楠 你跟沈蜜什么时候结婚啊 咱们可是门当户对的 阿姨 结婚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长辈们决定比较好 妈 我们先把这顿饭吃完吧 不然一会儿凉了 不好吃了 阿姨 阿姨 可能今天小田一身在 所以沈蜜不愿意说结婚的事情 我们改天再说吧 自己家人说点自己家的事怎么了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 阿姨 我上个卫生间 你们先吃先聊 我 坐下 坐下 自家人 一起聊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不吃了 我 你会儿子 不吃了 我 你会儿子 我 不吃了 对不起 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没事 而且不用你道歉 真没事 真没事 你看 这些都是你小时候送给沈蜜的 她都一直保留到现在 这些都是她最真实的东西 那时候多好啊 对了 你俩小时候有一张合影 还是爷爷亲手给你们招了吗 我招给你看看啊 好 我帮你找阿姨 好 我去那边找找 好 我去那边找找 好 你 好 我 完了 这是我爸特意找人跟我做的琴 如果搞坏了怎么办 我先告诉叔叔去 就说是你弄坏的 别别别我求你了 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 那好吧 我看来你给我唱歌的面上 我就不告诉叔叔了 那你觉得我唱得好听吗 孟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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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 我没事阿姨 是不是沈蜜那个傻小子又欺负你了 没有阿姨 他没有 你们俩的事别拖了 改天把你爸爸叫来 我们俩好好商量商量 把你们俩的事定下来吧 你不愿意呀 那是 阿姨 恐怕神秘他不愿意吧 你别多想 你们俩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有阿姨在呢 阿姨定做主啊 再说在我心里 你早就是我儿媳妇了 谢谢阿姨 都是一家人